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做个水油面 对 这是干饮酥 干饮酥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把这块放这边 我们开始搓酥 好 搓酥 又是要做酥皮了 最后出来的一层一层的感觉 就像刚才我们吃的这个 做酥皮离不开猪大油 我们加点猪大油 少量的猪大油 加它尝一下 还是像您刚才那种湿劲的搓 对 搓酥 对 我们在搓酥皮的时候 感觉容易一些 因为猪大油和相产粘性很足 对 将油酥面团擦匀以后 开始和另外一块面团 好 这个我们用什么水来和面 用凉水就可以 凉水就行了 凉水 这个是刚才我们的250个面粉 一分为二 比较多的那一半 对 这个水油面吧 也要加一点油 猪大油 但是加的很少 加于我们一斤面吧 我们加上一两六就可以 就是50克70克 70克就可以 对 这个量还是很少 要用量很少 水油面一定要用水 用水和油面粉加水 也适合不是一次性加足的 是反反复复的 你跟着感觉走 也没那么严格的限制 对 一般的要严格起要求来吧 就是一斤水油面 吃水量是4.2 4.2 一斤可以4.2的水 水还挺多的 对 怪不得这水油面 水油面真多 油呢主要是指猪大油 对 如果说我很多朋友 特别排斥猪大油 比如说家里 很多人觉得想减肥 想减肥也不能做这样的菜 就是你想热量低一点 用这个普通玉米油可不可以 可以 花生油 完全可以 也可以 对 像我们炖那些酥饼了什么的 都是这个可以用那个调和油 花生油 花生油 大辣油 都可以 但是口感肯定没有像猪大油 这个比较脆 这个比较脆 比较脆 比较脆 猪大油 你想想多香啊 对 姜面团不停地揉至表面光滑 好 来回头揉一揉它 揉到什么程度 也是那种 光滑了就行了 它就再醒着它 然后我们再醒一下 好 醒多久 我们拌碗馅就可以了 我们这边醒着 醒了大概也就是拌馅的时间 对 咱那个馅怎么调呢 准备一个回去 好 好 有大米饭 有韭菜 大米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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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剩的它 做菜剩的也没关系 对 然后我们加点油 好 大米饭然后加点油 好 可不可以 好了 您就是一个掌窝的油就可以了 对 少量的 少量的油拌一下 比较香 比较香 用的大米是非常好吃的 东北大米 金龙鱼的原香道大米 来自于东北的五常 吃起来香软弹滑 所以你在家里面要试一试 我们把这个 蛋黄 蛋黄加进去 这是咸蛋黄 对 咸蛋黄 用几颗呢 今天打算 用三颗 三颗就行 那么为什么要加蛋黄呢 加蛋黄吧 它比较香 口味比较香 而且加的是鸭蛋黄 鸭蛋黄 鸭蛋黄 对 吃咸鸭蛋就等着吃这个黄 对 尤其有点油的那种 就最好吃了 加这三个鸭蛋黄吧 我们就不要加盐了 不能加盐了 对 它本身是咸鸭蛋的 始终合适 对 你看啊 我们现在开始 加一点枸杞 枸杞 加点 倒一点油 还有点油 在这个韭菜的馅里面 韭菜里面 对 这个主要目的是什么 就是把韭菜吧 叫它养一下 好了 养一下吧 它不出水 就是给这个切面 一个油膜 对 你看 我们拌均了 它这个韭菜吧 不管你包饺子也好包包子 我们什么菜都要养一下 你看抓一抓它 对 它就不会出水 嗯 嗯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加馅料拌匀后尝出 馅儿呢 点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面也醒的差不多了 就到正式的开始呢 包我们这个蛋黄酥 蛋黄糕的时候 对 嗯 我们现在吧 就是下剂子 嗯 水油 皮 嗯 我们下几个 干鱼酥就下几个 好 嗯 对 两边分头进行 哦 对 抓一个 将水油面团下好等量的剂子 看到咯 我们这边的水油面和我们的酥皮呢 各六个 然后呢 一样的比例 先把它压好 嗯 这是水油面 嗯 水油面 嗯 包上干鱼酥 嗯 你看包起来 就这么团起来了 就这样包起来 嗯 对 包起来 哎 一个小面团 包起来 然后呢 哎 再醒啥 叫它醒一醒 单独的醒 单独的醒 最后啊 您家里啊 准备多少这个蛋黄糕 你就准备多少碗 摆在这里 一个人的醒着它 一个一个的 对 把这个面饼呢 现在在一个一个的做完之后呢 醒着 醒好了之后 现在开始给它擀开了吗 要 擀开 擀开 它里面的油酥面 擀完再卷 这个小卷 卷起来 卷起来 这就叫小包酥 刚才我们之前做的那是大包酥 那是大包酥 擀完还要再卷呢 这个 这个就是小包酥嘛 小面团 道理是一样的 对 我就在想 这么小的会放多少馅儿呢 放馅儿可能会少一些 是时候里面的酥均匀了 没错 均匀了 然后现在开始正式的包 我们开始包 把这个馅儿填进去 就像饺子馅儿似的 还有韭菜 我觉得这叫韭菜 是很绝的搭配 这个季的韭菜太好了 头肩的韭菜 是 团成这么个小团 就是这样 对 好 所以我们吃了这道面食之后 我们也不会觉得能量过多 因为韭菜还帮助我们酱脂呢 没错 你看那个韭菜的味儿 这就那么鲜亮 对 不吃啊真是 想着乏着吃韭菜吧 哎 要做上什么一个造型 你要来回挤它 挤出一个小鸡去来 这是保龄球吗 春天嘛 我们要做个小鸡 做个小鸡 对 哎呦 这个小鸡难度无计很大 等我成妈妈 您这边是头大一点的 这边是一个尾巴 这是头吗 对 这是头 哎呦 您这是一只小鸟 小鸟 小鸟小鸡都可以 哇 又说还真有点那样子 嘴巴已经出来了 对 哎 先把这个脖子 这个位置的造型好 麻雀碎小五脏六腑俱全 你看到咯 这是一只小鸡 你看 给它一个羽翼 对 小翅膀 不会担心里面的虾跑出来吗 没关系 冬去春又来 我觉得这更像是燕子 哎呦 还有把梳子 梳子做尾巴 做尾巴 对 真的是可爱啊 还差两个东西吗 两个 画龙点睛 咱呢 眼睛 小鸟 小鸟也有眼睛 哇 太漂亮了 嗯 我觉得 我都不舍得吃了 我觉得如果说 好棒 这样的一个造型 摆在你的餐桌上 你肯定没吃它之前 先会心的笑一笑的 是不是 你会不忍心的吃它 好的就摆在那儿算了 的确真的太可爱了 看到没 这样子一个非常造型 迷你而且娇小的大米蛋黄糕 摆在你面前 这实际上就是面食的最高境界 色香味 就是行气 那个行 那个气 太可爱了 春天的时候 给自己找点乐子 哎 你发现没 这六只小鸟 其实形态各异哈 没错 就是说你在包它的时候 你想出这种快乐 也是在一个创作的过程 好嘞 现在反反复复呢 给它刷上这个黄色的 蛋黄 对 真漂亮 好嘞 好嘞 现在呢我们的烤箱的烤盘 提前是热过的 是不是 对 提前热过 现在是热的 然后把我们这六只造型 非常棒的小鸡呢 放进去 大米蛋黄糕 要放入烤箱中去烤了 好的 需要烤多长时间呢 陈妈妈 十分钟 十分钟左右 好 陈妈妈 我们现在就把它送入烤箱 小心一些 六个造型啊 很可爱的小鸡 放进去 推进去 好 这样就可以了 陈妈妈多少度 一百八十度 一百八十度 烤多长时间 烤十分钟 十分钟就好了 一百八十度 烤它十分钟 我们今天制作了这么长时间的大米蛋黄糕呢 就能上桌了 十分钟之后一起尝尝 从烤箱里面拿出来放盘子里面啊 你就想迫不及来想吃它 为什么呢 因为怕它飞走了 你知道带翅膀呢 是不是 对 赶快尝一尝 哎呦 这还真是一个细点 其实我觉得这个馅儿 可以你随意的来选择 对 这从哪下可好 对 我也在想 应该从哪边咬呢 我们讲我们能享受着它 选一个你喜欢的位置 然后咬开它吧 味道绝了 哇 一层又一层的 而且吃它的时候 你能享受到 这个造型给你带来的这种快乐 不光是你做的时候 你享受这种创作 你吃它的时候呢 你更加感受到的是一种烹饪 给你带来一种视觉的享受和身体 实际上你刚才说的享受的同时呢 我们的消化液 我们的酶分泌也非常旺盛 这个时候 我们对于食物的营养价值的话 消化吸收利用率就大增了 哎 非常好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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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